不是吧 居然还有人没有看最近非常火的暗夜行者 小鹿本身的追剧欲望 早被这部剧燃起了 在这部剧里 李一峰游走于黑白之间 多重身份随时切换 节奏超快 蓝转不断 港片继续改有点狠了 场面很然 很多真实的爆破戏 该翻的翻 该飞的飞 该炸的炸 除了掀起一波关技热潮 该剧更是得到了观众们的一支好评 不少观众追完更新的六集之后 纷纷表示刺激 烧脑 追剧感觉很好 而且李一峰也用这部剧为自己证明了 要知道在今年年头的一部进双城 在豆瓣取得了3.9的低分 让这部剧大IP处于垫底的位置 李一峰甚至还被嘲笑演技生锈了 如今看来不过是发挥市场 但暗夜行者离不就稳了吗 但表现稳归稳 老实的朋友们还真不少 在李一峰的这部新剧 被推向了热度榜的第一位时 就一波黑粉 特意在豆瓣上评价一新 将李一峰作品的整体表现分数拉低 涉及的数量里里外外超过了17部 究竟是怎样的深仇大汉才会这样操作呢 该事件又是怎样发现的呢 今日豆瓣电影官方发布消息称 经过排查 确认从5月23日上午11点起 有17部电视剧条目的一新比例异常偏高 疑似被恶意杀低分 其中隐秘而伟大超过正常预值11倍 动物世界超过正常预值10倍 被恶意杀低分的17部作品中 16部都是由演员李一峰主演的影视剧集集影片 包括隐秘而伟大 麻雀 动物世界 好手就位 第12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颁奖典礼 新云志 心理醉 古剑奇谈 枝子花开 婆色生香 我在北京等你 进双重 怦然心动 老胖儿 盗墓笔记第一季 先进归来 星云志二 被水晶批量刷一新后 目前 或白一轮奖三项提名的隐秘而伟大 已经从原本的8.4分降至8分 或竞技奖两项提名的电影动物世界 也从7.5跌至7.2分 豆瓣官方强调 其反水晶机制24小时不间断在后台运行 即使有效的识别和清理非正常评分评论 以保证评分的正常 经过排查 已将此次异常评分全部剔除 供给1979条 涉及用户已全部被标记 此后打分将永不备进入总评分 1979条 实际部作品 范围广 数量大 确实让人惊诧 好在如今豆瓣已经上线了发水军控屏功能 才及时发现并且制止惩罚 盲目而易打分 在如今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大 想要操控评分 也是越来越难 对家互私 粉圈混战 这样的戏码越来越频繁的在豆瓣发生 这不禁令人唏嘘 不愿被任何商业手段污染 曾被奉为为一七年圣经的豆瓣书影音评分体系 却依然走向了被操控的命运 当然目前李一峰主演的暗夜行者 也看不顺眼 特意发文回应李一峰多部作品被打低分仪式 对于某些人某些行为 小一送他们一句 我吃柠檬 似另有暗事 在影片的结束前 小鹿非常爱立这部暗夜行者 从第一集来看剧情很吸引人 至少我从这部剧可以感受到剧组的用心 对东南亚场景的搭建 泰国路人生活街边的细节 导演对节奏的把控很好 电影质感的画面配上快节奏 将整部剧的悬疑氛围拉到高潮 期待后续的剧情发展 也希望李一峰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好